好,我們又看看幾個例子 關於這個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你見到的題目,首先很簡單直接 一個MHz,attenuation coefficient是3.28 如果問你5MHz,那是多少 其實就用回色計 所以基本上,照濕數,兩個數成了 主眼間就出來了 這條色也沒什麼特別的事 不過最重要要留意,就是frequency 其實是MHz 好,另外又是類似 今次是3MHz 那你就有那個intensity 好,然後它走了3cm 它就會reduce到另一個intensity 問回你,如果它是1MHz 那attenuation coefficient是多少呢? 那你就找個muf 好,之後這樣的時候 你見到前面的色 對,就要用回i-lock去做 那... 用i-lock的時候,其實也是做這些 照濕,那你的i就是0.0278 即是走了3cm之後那個 那i-lock就是原本那個 然後呢,mu就是anone 然後,成分x就是3 因為你見到那個intensity的單位 全部都是cm2 那dav又是cm 所以順理成章就這樣塞下去了 好,那便提一下這些 如何解決 你搞到現在應該記得 就是兩邊lock了它 那兩邊natural-lock之後呢 其實左手邊就只剩下一個數 那右邊呢,那個e也會沒有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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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按natural-lock 所以按回cal-key的按鈕 左邊一抽數 來的,那就除了負3 所以直接出到mu的了 好,那留意這個mu呢 是3MHz的ultrasound來的 那別人問你一個MHz的ultrasound是多少 所以你要找回muf 所以你照濕的 那muf呢 沒錯了,就是剛剛計到那個 好,那muF就anone 那f 留意 f 那個單位是MHz 那所以你就這樣放回3 就已經是了 記住,它是MHz 就千萬不要懶惰 成十對power6 這樣錯了 好,那所以其餘的東西就是 讀機 那留意那個 attenuation coefficient的單位 都是percm的 好,那轉眼鏡呢 再看多兩條example 那這個concept題的 attenuation 關於這個ultrasound的attenuation 那有什麼影響呢 interference呢 是沒有關係的 scattering呢 是有關係的 absorption是有關係的 還有什麼關係呢 對了,如果我要加多一個option的話 reflection也會有關係 那所以呢 這裡有幾個factor 那下面哪句適合呢 那看一看了 好,那第一句是錯的 higher frequency呢 就不會是 more depth的 就是因為higher frequency 它的attenuation coefficient都大 那就是說呢 它的penetrating power就低一點 就是走得沒那麼進 很快就停了 反射了,吸了, whatever 那接著呢 它travel through water 就是沒有attenuation of intensity 那其實嚴格來說呢 就錯了,為什麼呢 它不是沒有 它是小而已 小就不到沒有 所以這個要留意一下 是小,不是沒有 那最後啦 那我intensity 就會trot 這樣當然也是啦